他遭曾志伟当众把手伸进衣服,换意欲证被传去世,今再度惊艳归来。 曾志伟最近由于蓝杰英事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,有很多网友不断翻出他的黑料,比如各种开游女明星,还对曾华倩动手动脚并想脱人家的裤子,还被曾华倩赏了一耳光。 小编今天要说这位,在节目里,就曾遭曾志伟当众把手伸进衣服,但顾及是公众场合,也没有追究曾志伟了。 他就是香港天后郑秀文。 郑秀文、Sammy Chang,1972年8月19日出生于香港,籍贯广东省潮州,中国香港女歌手、演员。 1988年参加第七届新秀歌唱大赛获得季军。1990年推出首张粤语专辑郑秀文。 1996年、1997年、2001年在十大金歌金举办奖典礼上郑秀文三度获最受欢迎女歌星奖。 2000年11月推出专辑梅飞色舞。 2002年,郑秀文评级主演的古装喜剧电影《钟无厌》或第八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最佳女演员奖。 2009年12月24日,郑秀文开始《Love Me!》郑秀文世界巡回演唱会。 2009年到2015年为止在海内外举办个人演唱会超过160场。 2011年获香港演艺人协会颁发音乐节出表现歌手大奖。 郑秀文多次和刘德华饰演情侣,比如孤男寡女、瘦身男女、龙凤痘、盲碳等等,被称为荧幕最佳CP。 郑秀文在华语地区享有高知名度,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10年代初期,香港很成功的女歌手。 郑秀文以改变形象和唱跳俱佳著称,被誉为梅艳芳接班人等称号。 就算是这样一位在娱乐圈很有分量的女星,也曾惨遭曾置为毒手,当众把手伸进郑秀文的衣服里,发生了什么可以想象,当时也把郑秀文嫁得不轻。 2011年后,郑秀文就鲜少出现在观众的视线了,原来是郑秀文因失恋加上工作压力患上了抑郁症,全面停工治疗的她,还一度被香港媒体传出已经去世的谣言。 2013年后,郑秀文在巴黎岛成婚,现在的郑秀文走出了抑郁症,再度惊艳归来。 不仅越来越美,还越来越时尚了。 郑秀文一身青色连衣裙,外搭优雅干练的西装外套,时尚饭玩十足。 郑秀文果然是颜值,身材,演技,唱功兼具的全能艺人。 郑秀文的这款绣花薄纱上衣也十分优雅时尚,搭配黑色长裤浅洁又干练,脚踏一双粉色高跟鞋为她增添了几分女性魅力。 郑秀文是香港影坛具有号召力的女星之一,能看见她再度归来,真的很开心。 大家喜欢现在的郑秀文吗?小编真心希望她和刘德华在合作,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订阅,明会 打赏,点赞,订阅哦。 ,您的村子都已经被判打了三个、平时尚。